所以现在呢在面对疫情当下 其实还有好多的社会层面必须要来关注 今天的说政治的单元就要请资深记者一轮告诉大家了 说民进党的前立委郭正亮呼吁中央 纾困金要赶快发 要不然会引发更严重的治安问题 一轮 没有错为什么会引发更严重的治安问题 当然是因为大家没有钱 这波疫情确实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困难 而且很多的行业都是必须关门 甚至内用现在都不准了 很多小吃摊已经是小本生意 但现在是更糟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政院早就已经做了纾困4.0 那现在卡在哪里呢 就是必须要在5月31号 立法院审查修法完之后 最快最快在6月3号行政院会 通过特别预算之后 6月4号就是他们认为可以最快 把纾困金额发到民众手上入账的状况 但刚才行政院也发声明说 其实早上行政院长苏正昌也开会了 说其实去年有一些合乎资格的纾困账户 本来就有的他就会直接拨款 也是一种避免群聚的状况 但是如何发放系统又是什么 可能还没有完全的清楚 因此民进党前立委郭正亮 他就认为说苏贞昌要尽快想好 否则领到纾困金的时间 可能会再往后延拖到了6月14号 他认为这样两个星期可能会有一些治安事件 因为有些人真的是靠现金来吃饭的 所以就命前很重要就看6月4号那天 钱进来没有 这是政府开的承诺 那么再来看就是远见杂志的调查说 国内的企业主还有高薪主管 都是他们调查对象 但是有70%的受访民众说 政府的防疫表现不满意 再请教一轮 为什么不满意呢 就是因为在这阵子确诊数真的持续飙高 甚至今天死亡人数还来到了21人 都让大家心疼疼 远见是针对了企业主高阶主管来进行调查 这份民调是在5月27号到5月28号 685份的有效问卷里头做出的 对于这个防疫表现的评比 很不满意的有49.1% 那不太满意的是27.7% 所以就代表说这疫情没有防堵 确诊没下降 都让企业感到非常的焦虑 甚至频频呼喊说 希望赶快来进口国外的疫苗 当然谁该负责呢 这样你可以看到总统蔡英文 有50.5% 那苏仁昌是21.3% 陈志忠则是12% 很多人也认为说 像范云跟华航都是这一次的破口 所以不少人也把矛头指向了华航机师跟诺富特事件 其实时间算一算到今天 已经是这个三级警戒 就从双北515开始 第二个周末假期了 零售业还有包括餐饮业其实都受创 那么现在全国商总的主席就呼吁了 中央要加快疫苗的进口 还有纾困 再请教一轮 这是三级警戒的第二个周末 大家应该还是待在家里没有出门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在这个信义区的商圈 其实人潮都非常少 不过在四月份的产业数据来看 零售业是提升了18.3% 餐饮业提升了37.3% 确实蛮好的 而且比历年同月的都是新高 但是一下双北三级紧接发布之后 大家就整个往下跌 你可以看到 有短短五天业绩掉九成 经营高档餐厅的同业 业绩也都崩了九成 iChief则是从5月17到5月23面 对比四月的大数据 全台的营业额是直接崩落 下滑了74% 也因此全国商总主席赖正义就说 现在超过五成的营业场所关闭 恐怕是撑不到七月 所以他呼喊说 政府应该加快采购疫苗的速度 甚至追加的纾困 2100亿元赶快进来吧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